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3月1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現在 就是要提醒大家 3月18日是星期六 星期六我們有一次 跟進的會議 就著上次 的網聚 就著RHKTF 的事情 我們會邀請上一次出席我們網聚的朋友 盡量出席這次會議 不過這次主要是會議 即是說這次不是茶點招呼 主要是約大家 開會討論事情 我們現在定了地點 我們稍後時間就會對會員 發出邀請通知 希望大家記得盡量出席 18日星期六的下午 如果有其他 朋友 其他聽眾 想報名的話 記得還是跟我們聯絡 好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 講這個叫做台灣 出現了 壽司狼事件翻版 這個壽司狼事件 在日本引起軒然大波 現在 據說這件事還未收到科 據說壽司狼 因為壽司狼事件 導致 市值大蒸發 這個 整個回轉壽司行業 受到衝擊 那頭講完壽司狼事件 轉頭 在台灣 爆發 事件翻版 這次這個案件 牽涉是南韓 的高中棒球隊 裏面的球員 在台灣吃飯 我們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好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烤大法 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好 裝了PiLad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這件事是甚麼事呢 據說 壽司狼事件就是出現翻版 壽司狼事件 就是回轉壽司 在回轉帶上面 遇到襲擊 遇到 不講道德的人 由於 整個制度 就是 依靠大家 去遵守紀律 假如有人 不顧衛生 不遵守紀律的話 整個制度就會崩潰 現在香港也差不多 香港有一群人 自己覺得很聰明 違反制度 自己拿著數 這群人還要大放缺詞 跟你說是這樣的啦 賺著數就是要卑鄙無恥 這樣的人大有人在 這樣的人 做都已經夠壞了 還要大大聲聲 告訴你 無恥就無敵 應該是要這樣 這群人 是世界公敵 這次的案件在台灣 一間餐廳出現 這間餐廳 就是有 公用的地方 現在很多餐廳都有類似的地方 即是有一些 部分的食物 或者是飲品 是無限 可以給 客戶 喜歡去拿多少就拿多少 好像 是吃自助餐那樣 那一部分是 任你自己拿 一牽涉 自助餐的部分 牽涉公眾自己拿的部分 那部分的衛生 變得很重要 而很多時候那部分的衛生 非常依靠 每一個人自己遵守紀律 這個事件發生在22日的時候 一家台灣的餐廳 接待 來自南韓高中棒球隊的球員 有棒球隊的成員就是用餐的時候 居然 居然用來裝雪糕 即是雪糕櫃 裏面用來不雪糕球 那個是公羹 居然被拍攝到 懷疑 他用這個 公羹吃雪糕 然後把那個 羹是若無其事 放回去 原本放 用來不雪糕的地方 這個案件 後來球隊 再次 向這個相關的餐廳定位 但是餐廳因為發現了這件事 於是 就說要拒絕接待相關的球隊 據說 相關的球隊 就說他們 不願意道歉 亦說 影片 跟拍攝角度的問題有關 甚至乎要求 這個餐廳要將這條影片 下架 內容是如此 台灣的餐廳 就說 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拒絕他們的球隊再次進入餐廳 的一個星期之前 一個星期之前收到其中一位 客戶的影片 而這個影片 大概是長11秒 影片 似乎顯示到 就是有一個 男生就是用 這隻弓羹 然後好像 舔了一下 然後這隻弓羹 即是用來不雪糕 做雪糕球 那隻弓羹 是若無其事 放回去原位 然後就把 這個雪糕櫃 就是 關上 整件事動作自然 旁邊 有食客經過 但是也好像沒有發現這個男子 當時的行為 後來就有影片流出 餐廳 就確定了 這個男子的身份 這個男子的身份是來自 南韓的一個高中的棒球隊 裏面的其中一個 是成員 據說當時由於 大家言語不通 溝通就是沒有什麼效果 結果這件事就是不了了之 但是後來由於影片流出 然後 餐廳 就是為了安全 以及為了形象 就需要 整間餐廳 燒賭 也需要 將當日的雪糕 還有 那隻 不雪糕的羹 需要全部 更換 說 損失了當日是4000台幣 說是 無妄之災 事件發生 三天之後 這個 相關的球隊 再次向相關的餐廳 訂位 但是餐廳就說 球隊有成員的行為影響店舖 影響其他客人 於是就拒絕對方訂位 球隊出來 就是否認這個指控 也拒絕道歉 球隊就發現 有相關的影片在網上 就是流傳 球隊就認為 他們的球員就是擁有肖像權 要求的店舖 把這個影片下架 也據說相關的球隊 出席就是另一個 台灣的聯誼活動 這個聯誼活動 有人說高中的學生 不知道 台灣的風俗習慣 然後才發生這次的事件 所以覺得抱歉 好了 影片我詳細 拿過放大鏡 詳細看過 當然這個是我看到的事情 由於影片太短 也真的是因為角度所限 我看到的內容 我相信是甚麼事呢 為甚麼這位學生當時 真是若無其事 把羹放回去呢 如果大家去過食自助餐 不說高 可能 會在一個 不經意的情況之下 有機會 做了一個相當之類似 這次這個案件 這位 主角所做的事 我的猜測 雖然台灣的報導不是這樣 台灣已經是一面倒 瘋狂圍攻 我看到的畫面是甚麼呢 其實 內容很簡單 當時我看到這個學生 其實他應該是用那隻弓羹 在塗著雪糕 大家很正常 會用那隻弓羹 在塗著雪糕的時候 你會用那隻羹 去壓著雪糕 畫面相當之模糊 但是我似乎應該看到 就是他塗著雪糕 雪糕在杯子上 紮得不夠實 似乎那個雪糕在杯邊 預備要掉下來 所以他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 將他 用雪糕 羹 筆緊的雪糕 放在雪糕杯上面 而他當時 那隻雪糕羹還沒有拔走 在雪糕的旁邊 但是因為雪糕似乎想掉下來 然後 舔了雪糕一口 所以關鍵的爭議位就是這裏 似乎他在舔的 其實不是那隻雪糕羹 而是那隻雪糕羹剛剛拔了雪糕 在雪糕的盒子上的時候 不夠實 雪糕想掉下來 然後就舔了下去 從那個影片的拍攝角度 因為是從右邊 所以根本 看不清楚 只是看到他 好像是舔下去的那隻羹 我猜測 這件事就是現在最具爭議性的地方 為甚麼這個球隊 我相信不是因為他是南韓所以惡 為甚麼他拒絕道歉 為甚麼他覺得沒錯呢 就是因為假如 如果這個情況 真的 真的在雪糕塗在他的碗上 而他碗上的雪糕 舔了一口 而不是真的舔在羹上的話 其實整件事 可能就是沒有問題了 換句話說 這件事有機會 可能是一個 誤會 再加上 可能 他真的不應該 在羹未放下之前 就去舔那杯雪糕 導致 他好像是舔在羹上 這個案件跟壽司狼案件 亦都有明顯的分別 壽司狼案件 很明顯是刻意的惡作劇 但是如果根據這個影片 那位學生 在不雪糕的時候 其實是若無其事 他純粹是不雪糕 沒有在那裏惡搞 的任何身體寓言 所以為甚麼他可以 真的好像若無其事 就放回原委 可能在他的角度裏面 他覺得根本沒有碰到 那隻匙羹 台灣 就是很喜歡 拍影片 然後就是網絡公審 所以這件事越演越烈 這件事 就變成了台灣和南韓之爭 說到 就是 風俗習慣問題 有大量的人出來大力批評 又說 這個不是風俗習慣 沒有可能不知道公庚 是否可以這樣用 似乎 爭議重點 其實應該不是這個位 當然你也可以說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雪糕羹未放下 你就可以舔那杯雪糕 本身也很噁心 不過 就跟他公然舔在這匙羹上 就完全不相同 因為其實這個動作 平時大家去吃自助餐 裝雪糕 其實也很有機會會發生 因為放得不好 那杯雪糕不實 你覺得它快要掉下來 然後你覺得你自己拿著的 是自己的碗 所以你就舔下去 台灣那邊 現在就開行火力 開行火力在痛罵 他甚至乎現在開帖 就是說自己是受害者 需要的是一個道歉 說他們從小被教育 知錯能改 善莫大言 這樣的說法 真的製造矛盾 你說得好像 韓國 從小教育 不是這樣的一樣 所以這件事在台灣 不斷發酵 繼續相關球隊 繼續 覺得是不會 所以就堅持拒絕道歉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間是300磅 也有一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作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